飛輪發射一縷白煙 劃過天氣 發出鎮額玉龍聲響 場面震撼 2020年美方出售我國100套 魚叉海岸防禦系統 原定2026年前先接收32套 2028年底前全數教運 現在傳出首批已在28號抵達 在高雄港卸貨 100套安置魚叉飛彈系統 包含400枚魚叉飛彈 100輛運輸載具 25輛搜索雷達車 加上零件備品 後勤資源 以及陣地興建等相關費用 總預算866億 除了抵台時間提前 射程也比美軍現役還遠 專家則分析 這款魚叉飛彈使用軍規載具 比起商規機動性更強 它是美國原裝整套的系統 它的載具是美國的軍規卡車 這比原來中科院所研發製造的 雄風二型以及雄風三型 都是採用明規商規的載重卡車 相較之下 按置魚叉反艦飛彈 它的機動能力會更強 軍方規劃2026年成立 濱海作戰指揮部 那邊以雄風飛彈為主力的海風大隊 加上新接種的暗制魚叉飛彈 屆時將於全台設立四個打擊群 台灣本期兩年將大幅提升 三天新聞 林波和楊坎 台北報導 地圖 地圖